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正是考虑被公务员享有接种新冠疫苗假期 又说正是与内地商讨通关条件 包括本港要达置清零和市民要接种疫苗 政府前线雇员下个星期一起要接种新冠疫苗 否则要强制定期检测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会前说 正是考虑被公务员享有接种新冠疫苗假期 以雇主身份我们都会考虑 是一个所谓被公务员接种有假期 希望稍后可以和大家交代 但真正拿现金或者一些实物出来 去鼓励疫苗接种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适合由一个特区政府来提出 事实上在今天来说 越是用这种手段由政府提出 可能还有反效果 被问到与内地商讨通关的进度 林郑月娥说两地政府仍然在磋商 内地没有定下明确基准 但她认为离不开本港要达置清零为目标 以及市民要接种新冠疫苗 她呼吁雇主商场业主等提出方法鼓励市民打针 报线电视机就在林俊軒报道